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议员 美看经中共真面目 贸易战是值得的 不论6月第G20峰会上的川习会将为美中贸易战带来何种影响 中共数十年来种种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广为人知 美国参议员表示 和中共大贸易战是值得的 美国人应采取坚定立场 支持本地企业 拒绝中国制造 以阻止中共获得资金去剥夺中国人民的人权 李克什考特 Rick Scott 是美国佛罗里达州国贵参议员 近日 他在CNBC财经网站撰文表示 美国已经看清中共的真实面目 中共一直在窃取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 操纵货币 在南海开发军事基地 用危险的芬太尼淹没美国 其国家赞助的科技公司 如中兴和华为 被指控欺识 违反伊朗制裁和窃取知识产权 中共一贯侵犯人权 压制言论自由 史考特指出 美国政治家们往往只看到眼前的事情 很少从长而寄 他认为 虽然目前中美贸易战给美国带来一点伤痛 但却是非常值得的 长痛不如短痛 美中贸易战是值得的 他写道 如果我们采取实际措施来对抗我们所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对手 我相信一些短期痛苦是值得的 如果我们现在反抗中国 中共 美国企业和美国消费者将是最大受益者 我们的制造业将更加强大 美国将出口更多产品 我们的商业秘密将受到保护 美国普通消费者将受益 但他也同时指出 如果我们现在不直接面对这种威胁 我们最终仍将面临这种威胁 问题是如果我们选择等待 我们将处于比现在更弱的地位 中国 中共 将继续肆无忌惮地对待我们 在6月18日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 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 白特希泽 告诉参议员 如果不能与中方达成协议 政府正准备推进中国商品额外关税 白特希泽称中国贸易问题是贸易领域中最严重的问题 他表示 为了彻底解决中共不公贸易问题 美国经历一些不适是值得的 几十年来 美国 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一直不平衡 对美国工人 农民 牧场主和企业非常不公平 白特希泽 告诉参议院委员会 我们对某些中国产品征收关税 如果某些问题无法得到满意解决 我们正准备采取更多措施 他告诉参议员说 我们在中国面临一个难以为继的局面 坎率地说 几十年前应该解决这个局面 这是他们 中共 长期以来的历史 他们违反了知识产权规范 做出承诺而不履行承诺 白特希泽 6月19日重申美国立场并未改变 仍将要求中方进行结构改革 这也是本次美中谈判的核心议题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美方亦不可能放弃可执行即可验证的强制性的执法机制 拒绝中国制造 阻止中共获得资金迫害中国人权 史考特认为 川普 特朗普 总统敢于面对中国 中共 这是做了一件正确的事 但是 作为普通民众 美国人可以采取另一个措施来阻止中国 中共 在拉丁美洲和世界各地的日益扩张 那就是支持美国企业 他写道 美国纳税人每天都在资助中国 中共 的侵略 每当我们购买中国制造 的产品时 我们就会在窃取我们技术人的口袋里投入另一笔钱 令他们去剥夺 中国 人民的基本人权 支持委内瑞拉的种族灭绝 史考特认为 现在该是反抗的时候了 他指出 在佛罗里达州 人们对佛罗里达制造产品感到无比自豪 并成为了经济转型的动力 他认为 在本土发展的企业和产品中恢复这种自豪感 能确保美国保持强大 并继续成为全球经济无可争议的领导者 史考特表示 他将致力于支持美国企业 而非中国产品 华盛顿的政治家们却让中国制造泛滥美国 这是因为他们过于关注短期的政治成功 忽视了中共对美国人生活方式的长期威胁 他呼吁 这需要结束 需要现在就结束 美国 杂志 发表了麦特 皮特森 纳特皮特森 的文章 文章表示,川普政府向中国、中共,抛出了一颗经济炸弹,切断美国供应商与科技巨头华雷的关系 皮特森认为,自此事件或是失败之战的开端 皮特森指出,美国政府强硬派认为的,自苏联以来美国与最强大对手之间的世代之战开始了 皮特森在文章中写道,中国、中共,犯下的是经济侵略 它是最具掠夺性的经济体,并且已经对美国工人发动了20年的战争 他表示,当问经济学家们担心会发生什么时,他们的反应可能会是脱钩,美国和中国将乔治拆开其紧密纠缠的经济关系 你已经看到越来越多这样的事发生,或者是从其他地方采购各种芯片,或者像富士康一样去印度生产 越南富布莱特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克里斯托弗·巴尔丁,如是说 6月19日报道,苹果已经要求其主要供应商评估将15%到30%的产能迁出中国 转至东南亚对成本造成的影响,准备对供应链进行整改 苹果的这一举措虽然源于中美贸易战就脱不决,但报道指,就算有了贸易解决方案,苹果的这一决定也不会改变 美国财经国客ZERO HAT表示,无论中,美两国首脑在6月底大阪的G20峰会上做出什么决定 哪怕是最好的预期,对中共来说都来得太小太实 中共在技术部件和装配业务上的主导地位已处于危险之中